一线导度,影视项目营销竞争日益白热化,细分化,预告片作为影视剧绝逐的第一阶段,逐渐成为重要竞兵阵地,如何应对不同情境调整营销步骤,改变营销策略,正成为当下营销工作的新思考。 文讲来源电视剧音也,随着影视市场竞争压力逐一增大,其竞争格局也在日益白热化,细分化,每一个影视项目从立项到宣发,再到播出,每一个环节都需配以不同形式,不同指导的营销方式,以此追求最大的宣传效果。 在社会环境略显浮躁的今天,影视营销学,已经成为当下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必修课,为影视项目先巴制人打下重要基础。 公布于求,优质物量为影视剧出来,提供宝炸宗观当下影视产业,其发展壮大的表现之一,为影视剧的数量越来越多,结束越来越长。 然而,观众用于追剧的时间却是有限的,对观众而言,他们诉求的是将有限的时间,放在喜欢的剧目上,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。 而对影视剧来说,他们则需要吸引观众的眼光,竞争观众的有限时间,营销宣传因此被重视,开播前夕,精美的物料配合,适时的曝光节奏,能为影视剧带来热度,碎片化时代下。 海报,视频是传播范围最广,利用效率最高的物料形式,其中,就以预告片最为关键,尽管是短短几分钟的视频,但预告片直接涉及正片的情节画面,可以让观众直接感受到演员面,对镜头的表现力,像些检验剧极精彩,借此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。 进而在开播后,强势突围,开播预热,预告内容造好作品,拥有些新口碑就营销步骤来说,预告片是每个影视项目,在开播前必然曝光的一环,为影视剧开播起到预热作用。 9月以来,良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学你浮身入梦,成红年代等影视剧,前后发布定当片花,在网媒,社交等平台掀起热度,加之粉丝引导话题出圈,宣传效果如虎天翼。 通过对这些新剧预告片的分析,可以总结出,曝光预告片对影视剧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。 一,揭示作品走向从内容上看,预告片是对影视剧进行冰山一角的剪辑,提列出这片中的重要画面。 它的主题可能是激烈的矛盾冲突,也可能是温暖的情感抒发,同时离不开角色的出场,重要的对伴,关键的情节等要素。 借此点出人物关系,为作品的情感表达进行铺垫,近期播出的梁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其预告片就相当具有代表性。 首篇概念预告中,旁白言寄见梁生,此情天佑,一边是梁生的温柔付出,一边是成天佑的致死不菊,两人对江生的感情令人动容。 第二,第三篇预告则分别以两位男性角色梁生,成天佑的视角展开,牵着围绕梁生的身世,从成为梁生到告别梁生,身份的变化也让三个人的感情陷入了更加扑朽灭离的境地,后者用17年陪伴演艺最长情的告白,演员中汉良再次出演深情人设。 对爱不将就,湖南卫视的文案用寥寥书言,展现了两位男性角色对女主角的守护,将人物关系推向新的高度。 可见,由湖南卫视剪辑的三版电视预告,更注重情感的表达,细腻的文案浮已出成的人设,情深不知己,秋之暖一生,那总结更是殷勤应景。 不仅体现那该日情深绵长,只为艺人的情感调兴,同时也顺应该日的播出时节,为旧月增添暖意,处斗观众心底柔软的部分。 对故事的期待大大加深,另一点型的是薛丽浮生若梦的预告,预告一时是男女主角在现代相遇,继而背景转化为民国,上一辈的情感纠葛时时展开。 几时情缘的故事设定一幕了然,一红方少颜罗浮生,姑女气质天鹰,名门望足许星成为主角的三角恋,也通过他们经历的大小事件,一一剪辑显现。 作为定档终极预告,改片花几乎剪辑出了一条完整的故事线,充分揭示了剧情走向。 二、凸写阵容又是版底视预告片释放的第二层信息,就目前的受众环境来看,影视剧的演员阵容,依旧是绝大部分观众选择剧的重要因素,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的是,随着观众支持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升,观众对演员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苛刻。 如果说过去大多数观众比较关心演员阵容,那么现在的观众除了阵容以外,更看重演员在镜头前的表现力。 近日播出的陈宏年代由陈伟霆、马斯春林先主演,同时集结了刘义军、陈瑶、吴恩和静等大逼实力派戏鼓,在该剧的叮当预告片中,镜头下的演员又微妙的眼神、细微的小动作, 完成了一系列或身体或头脑的厮杀,画面感激气真实。 失伪之际,角色与演员性名一针针闪现,正义之下仿佛一触即发,演员阵容的强大再次得到体现。 可见,金牌版底坐镇下,阵容强劲的预告片,具备更强大的市场号召力。 三,引领市场期待影视趋势放预告片目的,之以无外护士引起市场的期待,更进一步的追求,就是在原有粉丝基础上扩大影响力,为突破圈层进行铺垫,以群里浮身若梦来说,该剧由同名小书改编而来,作品立项初期。 第一批本丝理所当然是原数粉丝,演员阵容公布后,还会吸引到演员本丝,除不扩大粉丝数量。 但前文也提到,等下的观众更愿意为高质量内容买单,预告片恰恰是检验质量的标准之一。 十里浮身若梦,那预告片,与原恋情深中蕴藏真能量,同时不忘价值功的传递,扎实的创作态度成功稳住已有的粉丝群体。 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张,吸引更多影视爱好者陆传粉,持续调动观众的追剧热情。 四,形成口碑传播过去,有这样一种说法,史上最好看的花是片花,与告片是正片的冰山一角。 也有人认为,过于精致的预告片可,能会导致粉丝过分吹嘘,包括严国其实的可能,但是,如果连预告片都不精致,还有多少观众会去看正片呢? 影视剧的口碑其实,早已在立项起的潜伏了,精美的预告片带给影视剧的影响,不只是调动起观众的兴趣,更是为影视剧打下口碑基础。 预告片的精致体现在精美的浮化到,高级的画面质感等方面,疗伤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的预告片中,观众可以看到丰富的场地取景,感受不同环境下人物之间新与新的距离。 此外,温暖浪漫的暖色调,让每一帧画面更显腻,情感与色调相辅相成,为都市区更添引我优雅时尚的高贵体质。 同时,预告的配乐作为媒介,引起了观众感情共鸣。 清白余生,为美清新的配乐将故事意图,表达的情感主题,进行了放大和渲染。 这些制作方面的将新为预告片赋予了新的色彩,精致度与过往都市剧相比高下立判,这份创意带来的经验,为该剧的播出博得了彩头,也将成为该剧开播后,第一把竞争优势,准备充犯,贯彻自我风格为营销节点。 新思考影视剧的成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,影响宣传是其中一环,虽然无法知道预告片能为影视剧带来多少观众,但是从它的播放量,评论数也可以感知到预告片的影响力。 此外,预告片的主题风格,发布时间也会对观众的讨论效果产生影响。 过去,这影视剧放在营销布局中,相当重视的内容,不过,值得一提的是,熟解行业的变化有时,会打乱影视剧的宣传节奏,压缩影视剧开播前的宣传周期。 这一问题也正给部分影视项目的营销宣传带来困扰。 不过,无论何种情况,事先做好准备是营销工作开始的基本。 同时,报纸影视项目的独特性,选择合适的营销渠道,也能让作品收获良好的反馈。 在同期竞争者终算先突然,结尾对于影视剧来说,预告片是物量,是营销,是影视剧角逐的第一阶段。 未来,影视营销或将出现更多的创意。 但是,预告片的作用,却是很多的营销方式无可取代的。 随着预告片正逐渐成为影视剧角逐的重要争夺的。 如何应对不同情境调整营销步骤,改变营销策略,正成为当下营销工作的新思考。 还是在但照片底性的整营销存,只需要是正在晋语时的迹销方式殓量。 还是同歷销光指描策基裤与语时的剧角逐渐iffe缀方式。 最 Past 如是 twitter们好听于语谈剧角逐游�舞曲。 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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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召 się对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